其后是本节目的矫正历史专题报道 中共洗脑工具之样板戏 样板戏传称革命样板戏或八个样板戏 是中共官方在1967至1976年间 指定中央文革小组负责制作的各种戏剧 其中代表性的作品包括金剧《字曲威虎3》 《红灯记》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白毛女》以及交响音乐《沙家帮》的 样板戏可以算是主要反映当时极左政治立场的 所谓舞台艺术作品 1956年3月 中共在北京举行的金剧演出大会 开始将工农兵作为主要角色 用以突出阶级对立 到了1967年5月 八个样板戏在北京各个剧场同时上演 并获得党魁毛泽东的极力吹捧 其后江青更是借由主导样板戏的机会 开始活跃于中共的政治舞台核心 直到1968年 中共通过鼓动民众唱样板戏 跳中制舞等活动大肆洗脑百姓 从而控制他们只服从于毛泽东 与中共的独裁统治 资料显示 样板戏具有反传统 造神 服从 移情和禁欲等几个主要特征 这当中 样板戏通过描写中共进行武装斗争 建设所谓的新生活 来巩固中共的集团统治 并将毛泽东神化为统帅国民的偶像 此外 样板戏还竭力将中共 中共政权 政党与普通的民众定义为 主谱或军臣关系 给百姓灌输无限忠诚和无条件顺从的思想 时至今日 时近平修宪以来 中共再次将所谓的红色题材作品搬上舞台 企图再次回到毛泽东造神时期 据悉 歌剧《白毛女》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近期配上了现代舞台的升官科技 正在以更谋幻澎湃的形势 洗脑中共国内的普通百姓